请问今天的历史题目是什么? 兵法的极致 诸葛亮已经准备好了之后 就派着马代、马忠和张义这三个人 瞧瞧地去分派他们的任务 他们这三位就假装神秘兮兮 神不知鬼不觉似人 溜出了迎寨 当然带着军队和打火机等等 孙礼的密探一看到 他们中计了中计了 于是呢 孙礼的密探就去报告孙礼说 孙将军 蜀军已经悄悄的出营 装作神不知鬼不觉的样子 孙礼就说太棒了 我就知道他们会结梁 哪边的车排成重队 那他就派了两个士兵 去报告曹征大都督 叫他拍一些伏兵去攻击蜀军的淫寨 伏兵的主将 当然啊 就数张虎和月称莫属 张虎是谁啊 张虎是张寮的儿子 这来头可不小 听众就说张虎很好啊 张虎是张寮的儿子很好啊 张虎张虎 诶 怎么不说说月称呢 张虎 张虎肥啊 这 月称也不瘦啊 月称是月晋的儿子 嗯 这两个人都是名门之后 这两个人啊 一到了这个曹征的大仗 曹征就说 你们两个带领着一万人去突击蜀 五国的迎战 曹征就说 这样子我们就赢定了 可是 他的对手是诸葛亮 哎呀 这曹征啊 他 万万都没有想到 诸葛亮已经试破了这个计策 嗯 我想他十有八九想不到 嗯 搞不好在 十有八九之外 可是呢 曹征啊 就是不知道 孙女这时候啊 已经要被围殴了 孙女的军队故意躲在山里面 马带的军队一赶到啊 他就说 把所有的打火机点起火来 丢向凉车 所有的打火机呢 全部都丢向了凉车 最后一点点火啊 就在凉车上面熄灭了 可是呢 这最后一点点的火啊 点燃了油啊木材啊 硫磺 硫磺这些毅燃物品 一下子啊 车子就烧了起来 孙女就说 孙女啊 他就正在睡觉呢 有一个人就说 报告 凉车起火了 什么 孙女冲过去看 可恶 谁放的火 立刻啊 孙女就拿起刀 往下冲 这砍 大砍刀啊 还挺沉的 冲啊 该死 所有的计划全泡汤了 一下子 一下子 放箭的声音 突然来到 原来是张义 还有马中这两个人 开始放箭 马带啊 他们的军队 看到了 那孙女的军队啊 开始在那边 射箭挡箭那边 哎呀 哎呦喂呀 这孙女又挨撕了 孙女差一点就没有办法 活着跑出这个包围圈 灰溜溜的 逃毁了这个 曹征的大营 曹征说 孙女 怎么办成这副德性 蜀军识破了 蜀军利用火来放车子 然后把我们的军队 赶到车边 曹征就说 既然你失败了 张虎和月撑 他们恐怕也没有办法撑多久啊 嗯 这月撑虽然叫做月撑啊 可是呢 他也没办法撑多久 果然啊 王平啊 王平他们的军队啊 一下子啊 就在寨里面 埋伏了起来 把这张虎和月灵的军队 杀的是焦头烂额 摸不着脑袋瓜 就说 为什么 为什么蜀军知道我们的计划呢 等到啊 这张虎和月撑要回到他们的要塞的时候 突然要塞啊 又传出了一声 鼓响 一阵鼓响 计hythm 以鼓响为暗号 所有的 箭啊 就往张虎和月灵 这是张虎和月撑这两个人啊 射了过来 张虎和月撑 拿起刀开始在挡箭 就说 怎么这样 我们是友军啊 张狐 月称 你们先看一下 上面的旗帜吧 这两个人定睛一看 哎呦 竟然是 蜀军关心和张包的旗帜 月称就说 张狐兄 我们也只能逃了 也只能这样子 张狐就说 逃回朝征的大本营 张狐和月称 随着孙礼啊 他们就回来了 哎呀 曹征就说 孔明何其可怕 我简直信心俱失啊 哎 这曹征呢 他根本就不知道 孔明在做什么 从此啊 曹征闭门不出 不论蜀军怎么挑衅都不出来 蜀军啊 这个孔明成像 前丞相 突然发出了一个命令 到底是什么命令呢 请见下一分晓 监众